泰中议员友好小组到达北京稍作休息后 便前往泰国驻中国大使馆 聆听由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 庄派级博士主持的中国市场投资分析报告会 庄博士在报告会上指出 中国市场庞大 经济发展稳定 是个非常适合投资的环境 现在 中国以逐步实现经济发展软着陆为目标 但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7%左右 发展速度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这也使得中国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是泰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好时机 本年初 著名的中央零售集团就率先在杭州万象城设点 并将在中国重点发展Centro、Rebosan和Zen这三个品牌 报告会上 各议员企业家反响热烈 不时针对问题展开提问 分析 中国著名企业家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黄创基 也与会共同参与到讨论中 并给予来华投资建议 会议最后 庄博士表示 他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泰国企业 相继到中国大陆投资 在中国的大陆投资建议中 对中国的大陆投资建议中 越来越多大陆投资建议中 就会有越多泰国企业的台湾 我们将在进入予中 在地球中的一种 在地球中的一种 和地球中的一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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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球中的一种 和地球中的一种 结束投资分析报告会后 当天下午 泰国企业家一行来到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出席由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筹办的中泰企业家见面会 见面会上 中国投资协会新兴产业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涛 以及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武南 向泰国嘉宾介绍基金会的主要产业 和正在进行的前海项目 兰屁尼项目等 泰方企业家则针对项目投资环境进行了友好交流 还介绍了在泰国的投资环境 双方在见面会上交谈融洽 均期待实质性合作